今天是清明节公众假期 不少市民也有出街 家外人头涌涌 至于食肆很多都爆棚 多过救物区也有很多人 难得一日假期又加上好天气 香港后花园西贡有不少市民来到 呼吸新鲜空气 坐街道出海还导游 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疫情数字稍微回落 但是卫生防护中心多番提醒 假期避免聚集 但是有市民说已经抗疫疲劳 亲家旗送一送 原来都是这么多人 我们这段时间过几月 其实都很努力 之前都很努力大家都不出去 你见过街真的没有人 都觉得很辛苦 都想假期放假出来休息 尽量去一些自然的地方 就不要在室内商场 因为疫情困得太久了 我们都希望舒缓一下 去到处走一下 那些小孩都要一些活动 我和Rum的那家家人都会中了 现在都终于回复了 没办法 希望不要有大陆波 有海鲜酒家 未到午餐时间已经几乎满座 今天清明节 一定是生意比平时好一点 事实真的没有地方去 没有什么旅游景 景点可以给他们 现在大部分都是低消费 中消费 高消费就没有了 生意一定是没有以前 疫情之前这么好 这么理想 市区人流相对较少 不过在旺角仍然有不少人逛街 政府星期四推出新一轮电子消费券 有市民说趁假期预先出来救命 今天就应该是刚好 又疫情好了 又星期日多了人 卫生防护中心再提醒市民 疫情仍然处于高水平 仍然有大量的传播链 所以市民在这个时刻 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疫情已经缓和了 亦完全受到控制 相反就更加要在这个关键的时间 要保持警惕 他表示之后的复活节假期 亦都希望市民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减少各汉社交接触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两日后市民终于陆续收到电子消费券 不过今轮看到的商户优惠 普遍没有第一次派消费券的时候多 有饮食业界担心疫情反复 现时推出太多优惠都不会有效果 去年8月政府第一次派电子消费券 这些优惠字眼 排长龙临颜外奖赏的场面周围都见到 有餐饮业界说上一轮消费券有两三成的金额流入餐饮业 新一轮消费券首期五千元星期四开始派发 他们会参考上次热卖的模式 包括和支付平台合作推出餐饮券 加码回赠金额吸引市民消费 但是就不打算大肆推广优惠想看定些 现在说疫情都是向下的趋势 但是怕它有反复 万一在推出优惠之后 限聚另外疫情反过来 就会浪费了一些工作 还有要再重复做些事 大埔这个商场就计划推出免费泊车 消费奖赏等等的优惠 希望能够带动人流 加上今个月21日将会逐步恢复晚市堂食 预期可以追回第五波疫情前的销售额 最差的情况其实在3月已经发生了 未来再有消费券去推一推 我们相信4月份的销售会明显增加 上个星期来说 其实在一些我们的旗舰商场里面 其实人流已经回升到第五波疫情之前的九成 我们看到每一个礼拜 相对于之前的礼拜 都是不断地回升着 预期其实再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之后 其实会出现爆炸性的上升的消费方面 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大概有7个月 他说会视乎市场的反应 再推出不同的优惠吸引消费者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道 专名武俠演员兼导演黄宇 在台北逝世中年80岁 黄宇逝世纪曾经是肖事肖生 帮着独秘都皇的形象深入民心 一起重温一下 快日快日快日就靠左手而一滴中 银幕上憑着单背 展现刀光剑影 黄宇原名叫做黄正拳 1943年出生 组织在江松无石 年轻时是游泳建将 上世纪六十年代来到香港加入肖市 演出一系列的武俠电影 大刺客 金燕子以至独秘都 电影中冷傲执着的形象 加上武术的英姿令他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一代合客 1970年他第一次执道龙虎斗 票房超过二百万是当年卖座电影之一 黄宇之后转去台湾发展 演出的多部电影 例如是《冷面虎》等等 同样深入闻心 他在当地一度牵涉黑帮九分 90年代尾他摄影重商 之后成立工会为武术业界发声 又重返幕前 但身体大不如前 2011年开始两度中风 我就知道中风有份 中奖一定没份 中横影坛多年 但黄宇去到70岁的时候 才凭着电影《失魂》 在台北电影节第一次做影帝 六年之后是金马奖 黄宇获奔终身成就奖 但是留下遗憾 这个奖对我爸爸非常重要 但是他生病了 没有办法来拿奖 所以我们两个女儿 带他上台领这个奖 黄宇的女歌手黄卿平 在社交网站说 爸爸经历六年和病魔搏斗 赵祖在台北医院病逝 形容爸爸在戏里戏外 做人处逝都展现合格作风 讲义气宗思朋友 永远怀念之外 相信他的大合形象 将会长存在电影历史 和影迷心里面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布特 一个男人爬狮子山期间 由原压度下约40米受伤 有山艺专家说 摄氏的路段难度非常高 加上天气干燥 也可能会影响攀登时的体能状况 意外发生之后 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 赶到狮子山协助救援 并且在近屍颈的位置发现伤者 救援人员将头部受伤 年约30岁的男人由崖边救起 警方说下午2点多接步 那个男人和朋友 用承锁协助爬山的时候 由高处到下近40米 他之后被送到东区医院救治 送院的时候昏迷 经救治之后清醒 有山艺专家说 发生意外的路线热门 但难度非常高 加上天气干燥 或者会令爬山者中暑 有市民说 假期狮子山上有很多人 大部份说都只是走比较平的路线 如果不上狮子头 其实很安全的 狮子头的位置就窄一些 还有旁边都挺斜的 一点都不危险 如果给升就两颗星都可以 那些冒险那些肯定是有的 没什么问题 我们经常走上去的 我们一年都上去四五次 林小黎诗 梨子山的市民都是走交流径围主 所以他们的衣着和装备都比较简单 不过专家就呼吁市民要量力而为 不要搞一些危险和偏僻的路径 以免发生意外 报线电视记者 明天轻不道 消息说中联办若见选举委员会委员 预料在明天会面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第三日 消息指将会参选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早还未有表态 据了解中联办领导星期三 将会和部分的选委会委员会面 预料会讲及选举事宜 本身是选委的立法会议员到中联办领取检测 包括民建联、张国军等等 预料会面前要先做新冠病毒检测 本身也是港区人大代表的马逢国 在车上自己採养之后交进 有选委就预计今次会面之后 能够更加掌握行政长官选举的局势发展 相信很快会有参选人能够拿到提名 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人 他绝透露又没有获邀 但就赞扬李家超过往接踏了不少自由党的意见 自由党和司长可以说 其实我们和很多政府的主要官员 我们的合作都是合作无间的 而立法会唯一非建制派社福介迪志远就未有接获邀请 也暂时没有有意欲参选的人和他接触 再次呼吁有心的人尽快宣布参选 他又认为候选人亦需要争取市民的认同 从而确保大众日后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